HELLO 各位讀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Ella 今天有一套是那个要拍背的那个红色JASON WOO的那一套 好美哦 一看就觉得这整套就是红毯焦点 然后真希望我能够入一个什么厉害的奖 然后就穿那套衣服去这样子 很美 我很喜欢那套衣服 然后只是我可以再就更有料一点 但是因为这没办法 那种东西是无法努力的 那就只能让衣服再更fit我的身体 可是我觉得那套衣服让我觉得真的很像仙女 像女神一样漂亮 我觉得可能跟结婚真的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虽然结婚前就已经有一些 你知道渐渐想要转变成女人的那个迹象 可是我觉得女人的那种气质有时候是由内而外的 所以跟我的经历一定有关系 那我觉得我现在生命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我结婚了 我生命里面我再也不是只是一个人 所以我在考虑很多事情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人 你就多了一份温柔跟体贴 然后那种东西就会自然而然的展现在你的外在 我自己是希望只要有空的话一个礼拜最少可以运动个三天这样子 然后每次大概维持快两个小时 包括暖身以及收操这样 但是因为最近的我实在太过于忙碌 所以只要有空呢 就是小空档时间啊 我就会做一下腹地挺身啊 练一下手臂 然后或者是做那个平板式练一下我的腹部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比较会露出来 而且需要工作上比较需要大概就是这两部分的线条 那我觉得这两部分的线条坚守住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供应我所有的工作状态 那当然我希望 我当然还是希望自己就是体脂肪可以保持在16、17那个部分 虽然16、17还蛮低的啦 不要超过18就好 手机吧 好可怜哦 现代人的悲哀 好 好 whole body everything 没有任何的限制 但不要漏点就好了 他喜欢我素素的 意念上的转换 意念上的转换 这能说吗 没有欸都可以 脸 脸 跟家人在一起 在家里发懒 那个荒废一天 go 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 掐自己的脖子 试图让自己 自习 窒息 但 没有成功 敬业 女人我最大 替你活出最美丽的自己 我是Ella